花莲大比大协会陪伴部落孩子成长 并创立了青年猎人部落烘培房 培养青少年能够具备多元的社会能力 也发展部落职业选择 在今年母亲节特别推出了茶棒初级礼盒 结合复理箱的林俊杰得奖的有机茶包 还有部落烘培房的手作糕点 只是希望能够为在地青年创造创业以及就业的机会 花莲大比大协会陪伴部落孩子成长 并且创立了青年猎人部落烘培房 培养青少年可以具备多元的社会能力 也发展部落的职业选择 今年母亲节特别推出了茶棒初级礼盒 结合复理箱的林俊杰有机茶园和部落烘培房手作糕点 希望能够为在地青年创造创业和就业机会 今天想要推出的就是母亲节的礼盒 然后它是结合南部复理箱的南区的林俊杰的茶园 他们的茶叶 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棒蛋糕是比较是重油跟重糖的 所以它配合如果是茶呀无糖的咖啡都很适合 那在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部落栽培的青少年 就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多一些技能 对 然后因为如果他们在部落里面工作 有时候可能也许矿场啊或是产业的工作不是适合他们 那我们希望有一个多元的多元的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是想说栽培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技能 那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我们的烘培房大概是大概成员大概有五位 核心的有两位 其他的就是部落的青年 然后他们在他们有空的时间可以来 然后就是学习就是烘培各样的技能 这一次母亲节礼盒茶棒初级当中有部落青少年拿手的棒蛋糕 和蜜香红茶秀玉金轩两款得奖茶包 礼盒数量有限欢迎企业可以认购 也希望就这一次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青年猎人部落烘培方 也让大家认识在最南端腹里 有一位正在为生态环境付出的茶农林俊杰 而在花莲最北端和平有一群青少年 希望可以有不一样的未来而继续努力 月旅会欢迎视报道